今年台北国际食品站17号开炮 其中台湾馆共汇集116家优质厂商共享盛举 除了为民众分区介绍商品 也发表台湾十大魅力产品 更结合韩国网红主厨孙荣 国业名厨邱宝郎及文青主厨陈坤黄 提前端上十大魅力创意主题餐 教民众烹调美味 那其实国外的厂商对于国内的很多产品 那除了大家都知道的生鲜的水果以外 那其实台湾的农产品有很多加工形态的 特别是鱼产品的部分 那鱼产品的部分像我们今天所特别举办的 像石斑鱼做出来的鲜果鱼的部分 它就是一个非常结合我们的生鲜食材 再加上我们的特殊的料理的技术 然后变成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商品 那这些商品我想可以让国际的买家 能够了解到我们的农产品的美 然后也了解到我们的商品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概念 那除了鱼以外 那事实上有很多包括米的部分 包括一些农粮的部分 然后包括一些续型的部分 台湾馆将推出产地直送的蔬果鱼肉新鲜食材 科技研发的即时包装与调味料理 创意农产零食和精致半熟力 为民众精挑西选好味道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